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赚明 继续给大家播讲黄埔军校历史人物列传 我们接着来讲李先舟 上次我们说到李先舟入鲁 遭到了八路军的猛烈反击 损失了不少人 而这个时候 渔学中部开始部署李鲁 刚从华中治病返回的罗容环 在得知了这一情况之后 就将原来在东北军工作过的一些干部 请来分析对策 实际上自李先舟移进入山东 罗容环就一直密切关注着渔学中的动向 以及渔学中与蒋介石 渔学中与李先舟之间的矛盾 并且尽力的缓和与渔学中部的关系 1943年2月间 渔学中部遭到日北的扫荡的时候 八路军予以配合 允许渔学中部退入到八路军的房地 渔学中因此对八路军的态度转好 那么罗容环因是力导 派人疏通 三月间做到了互派代表联络 四月间约定恢复电台的联络 鉴于与渔学中部关系的缓和 以及渔学中和李先舟的矛盾 罗容环分析 国民党不信任东北军 所以要渔学中和李先舟换房 按照常理 应该是渔学中等到李先舟来了再走 但是渔学中如果搞得漂亮一点 最好不等李先舟来 就直接走人 那么如果八路军能够把李先舟顶住 再给渔学中提供便利的条件 他完全有可能先期出山东 罗人环说 如果渔学中真的这么走 我们就李送出境 至于对李先舟应该坚决的顶住 绝不能让他过来 所以呢 就形成了顶礼送于的对策 7月4日 朱瑞 罗人环 李玉 萧华 联名给中央军委 八路军总部 提出了 关于对待李先舟 渔学中之军事部署 第二文中称 对于渔学中西开 不加钳制 并在一定条件下 给予便利 对李先舟部东进 北上 尽量的迟滞其时间 并在自卫的原则下 趁其深入我根据地 立脚未稳之际 予以歼灭一步之打击 对于渔学中部的防区 附近的地方部队 争取可能争取者 歼灭那些 最坚决反共的部分 为求控制 辱中山区 以及举日诸奸山区 并互相联络 以便继续向外围发展 7月15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 附电给山东分局 并告北方局 电文中说 一同意你们对付 于学中 李先舟的方针 二 对友好者 坚决地团结之 对顽固 暂时尚未向我进攻者 则设法地中立之 对向我进攻者 则坚决地反击之 这就是你们应付 各派国民党军队的原则 随后 山东军区 就在滨海区 鲁中区 鲁南区 部署了打击尾丸 接控 渔学中部防地 反击鲁南 李先舟部的作战 同时 纪鲁与八路军 也集中了六个团的兵力 在鲁西南 湖西地区 组织 李先舟部的东进 7月下旬 纪鲁与军区司令员 杨德志 政治部主任 崔天民 亲自指挥五个步兵团 一个骑兵团 以及地方武装 展开了反击 李先舟部战役的 第二阶段作战 7月29日 李先舟军总部 以及21师 赞编第30师等部 被包围于 城 丹 曹边的 陈楼 陈庄一带 第21师突围 遭到八路军伏击 被监近千人 李先舟急命 第92军军长 侯敬如 率军部 及赞编 56师 1420各一部 持援 虽然得以解围 但是侯敬如部 也遭到了严重的打击 接着呢 李先舟所倚重的 国民党鲁西南 地方武装 曹班亭部 大步被监 那么以上的种种因素 就造成了李先舟部 长时间徘徊 滞留于鲁西南 无法东进 接近 渔学中的 房地的局面 在内外援 无望的情况下 渔学中部 但要缺乏 补给无数 处境更加的艰难 为了避免 继续受损失 渔学中部 就不等 李先舟部接防 就开始撤离 向满北转移 事前呢 渔学中部 与八路军已经约定 渔学中部 撤离驻地的时候 以烟火为号 八路军就去接防 渔学中部 可在鲁中根据地支 潭府和旧寨两地 通过八路军的房区 渔学中部通过之后 八路军筹备粮草 预以欢送 渔学中部 住房的 尼鲁山区 和 朱日 菊山区 纵横 数百里 山轮林立 形势险要 是山东中部的 最大的山区 占据这一带山区 西可与泰山 南可与蒙山 相呼应 北可底 交际铁路 东可达 诸城 举县 安囚 具有极其重要的 战略意义 在这两块山区周围的 伪军和顽固派 包括 鲁山以南的 伪军 吴晃文部 盘踞在朱城一带的 伪军 张部云部 安邱一带的 立文礼部 以及 援助鲁南 后来转制到 日举公路以北的 张吕原部 等等 他们都对于 这两个山区 垂扇三尺 企图染指 为了抢先 控制渔学中部 退出的阵地 7月4日和12日 中共山东分局 军区 命令鲁中区 和滨海区的部队 分别向 尼鲁山区 和 朱日举山区 大规模的进军 从7月中旬 到8月上旬 同在 日军支援下的 张部云部 胡华文部 和 立文礼部 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基本控制了 日举公路以北的 朱日举山区 以及 清泥公路以东 安举边区 和 清泥路以西的 北尼蒙地区 这些 原来与东北军的驻地 那么 新开辟的解放区 面积达到了 2000多平方公里 那么之后 山东八路军 又把重点 转向了南面的 天堡山区 和蒙山山区 寻求击退和歼灭 进入该地的 李先州部 8月13日到18日 武南军区 集中了主力 第三 第五团 以及地方武装一部 在天堡山区 对 刘春林部的侧翼 进行了反击 那么刘春林部 虽然受到损失 但仍然越过了 滋阳 临一公路 进至 沸县以北 但又遭到了 鲁中 第二团的打击 只好退回到 资临陆南 盘踞在 湖义以南的 刘豫 长庄一带 此间 金浦陆西的 纪鲁军区 也全力的反击 李先州部的主力 在这种局面下 李先州部 陷入了重重困境 进入山东支出的 两万多人 到这个时候 剩下的不到八千人 战斗兵检员 半数以上 弹药已经消耗殆尽 有的轻重机枪 只剩数十发枪弹 凯击炮 也只剩下 数炮炮弹 官兵都害怕 再有战斗 远隔代金浦路的 刘春林 一日之内 发数封电报告急 那余学中西撤 经过微山湖的时候 在张土城附近的 一个小村庄 约见了李先州 那么向李先州 就倾诉了 在鲁南 坚持抗战 贝利艰辛的情况 说到 将校 未及军官死伤 有几个编制表 而他自己本人 也有几次 显到不测 听完之后 李先州也不免 吐死忽悲 流露出悲观 失望的情绪 其实李先州部的军官 早就是信心不足 特别是在和八路军 几次较量之后 大都对于八路军的夜袭 以及伏击 谈虎色变 对于企图 逐步的鲸吞和蚕食 八路军根据地的 入鲁计划 已经彻底失望 这个时候已经到了秋初 眼见着青沙杖时期 江高过去 预期 日伟军的秋季大扫荡 也迫在眉睫 特别是庞敏勋的被俘 对李先州 以及军事长们 更是一个晴天霹雳 李先州部的高级军官 包括曾力主 继续东进鲁南者 都信心动摇 主张早日难撤 李先州虽然不情愿 但是鉴于行事 以兵绝望 无力回天 所以就向蒋介石 发电报请示 电报个大意是 华北大势已去 非九十二军 区区兵力 所能挽救 部队弹尽粮绝 晃日持久 有备全间的危险 为了抗战的长远利益 考虑 请准撤回到晚北 整补 以图后绝 几天之后 李先州接到了 蒋介石的副电 大骂李先州 非革命军人 现迅速东进 不得有误 李先州看了电文 正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 又接到了 蒋介石第二封电报 命令李先州 率部撤回府阳 李先州 这才松了一口气 召集市长以上的军官 密伤之后 经下议 附近南撤 于中秋节前 到达了府阳 1420也由鲁南 经徐州 沿着铁路 南撤 那么李先州 入鲁的失败 是因为 消极抗日 积极反攻的 错误方针 那么也不排除 李先州 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 所起的作用 蒋介石的打算是 先夺取 于学中部 进行多年的战略要地 和地盘 让自己的嫡系 李先州 取而代之 以达到 府邸抽薪的目的 然后再借机 整垮东北军 但是于学中 看了清楚 不愿意 束手待毙 所以在李先州部 还没有完全 接防的时候 就匆匆的撤出 这就导致了 李先州 进入山东的失败 而山东八路军 正确的分析 和利用了 以上的种种矛盾 选择了正确的 对策和措施 进行了 有礼 有利 有节的斗争 从而就占领了 山东战略的制高点 那么92军 撤回晚北休整 这个时候 92军每个团 仅剩残余官兵 400多人 重武器 全部丢光 那么退回晚北 进行休整之后 就被调往 河南的许昌 1944年3月 国民政府 为了增强 长江的防务 把该军 从河南 调到四川的万县 这就意味着 李先州 离开了自己 常年经营的 嫡系部队 因为在1943年11月 李先州 就被任命为 第28集团军的 总指挥 以防 河南中部 那么1944年 李先州 就参加了 玉先贵会战的 第一阶段 也就是 玉中会战 那么之前 讲汤恩博 和蒋宁文的时候 我都讲过 玉中会战 但是讲的呢 并不具体 这里呢 我们就借着 李先州 给大家 仔细的讲一下 玉中会战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玉先贵会战 尤其是 玉中会战 一般在抗日历史里 讲的和分析的 并不详细 一般来说 玉中会战 都是作为 国军 抗日不利的 一个重要的证据 毕竟这是发生的 1944年 抗日胜利的曙光 已经出现在了 地平线 可着国军 却在 玉中 兵败如山倒 丢失了 河南的 大片领土 这对于 很多中国人来说 在感情上 是无法接受的 所以很多人 认为这是 中国抗日的 一个污点 所以 不愿意去 客观和仔细的 分析 这场会战 不可否认 玉中会战的失利 有国军的 主观因素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 玉中会战 它的客观形势 玉中会战 是抗战中 空前的 也是绝后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日军 出动的坦克装甲车 高达了600多辆 600多辆 日军的 坦克装甲车的兵力 是个什么概念呢 它已经超过了 日本与苏联 诺门罕 战役的规模 而说 玉中会战 国军毫不抵抗 一窥千里 这是一种 错误的说法 在玉中会战期间 国军打了很多 惨烈的战斗 包括 许昌战役 洛阳战役 都给予了日军 重创 许昌战役中 国军 以许昌为中心 激战了9天 师长 吕公良 立战殉国 副师长 两个团长 也殉国 整个师 基本上拼光了 洛阳战役 苦守了18天 一个军 仅仅突围 两千多人 军长 武廷林 也差点死在城内 所以说 国军 不战而逃 这是 天大的愿望 那么 很多人评价 玉中会战 是一个很大的失败 因为国军 丢失了河南 大片领土 还让日军 打通了 平寒路 但是日军 真正的作战 目的是什么 很多人并不是很清楚 简要的来说 日军发动 玉中会战 两个主要目的 一个是打通 平寒铁路 一个是消灭 国军第一战区的主力 也就是 他安博集团 但是第二个目标 消灭 他安博集团 根本就没有实现 至于说 打通 平寒铁路 日军是打通了 但是 他没有办法保证 平寒铁路的通畅 仅仅几个月之后 中美联合空军 就把平寒铁路炸断 黄河铁桥也被炸断 所以这个目的 只是短暂实现 然后又消失了 当然日军 占的最大的便宜 就是占领了 狱中的一大块地盘 但是众所周知 到了1944年 日本在中国 不是嫌地盘少 而是嫌地盘多 因为占领这些地盘 需要日军 额外的增加兵力 助手 而日军 这个时候最迫切的 是从中国战场 抽调兵力 而不是要增加兵力 那就让我们来具体的看看 预相贵会战和 预中会战 预相贵会战的出发点 实际上仅仅是因为 中美联合空军的 日益强大 1944年开始 中美联合空军 逐步形成了 比较强的战斗力 开始装备了一些 亲室飞机 包括少量的B-25中型轰炸机和P-51野马战斗机 1943年11月 日本的军方估计 中美联合空军有战斗机160架 轰炸机70架 其中约120架 部署在桂林等前线机场 同时美国空军自己在中国的飞机也不少 那么这个时候的中美飞行员都受过了严格的训练 也具备了丰富的实战经验 更重要的是 他们有一个了不起的指挥官 陈纳德 虽然受到补给油料严重缺乏的折磨 但是中美联合空军已经逐步的掌握了制空权 那么相反 侵华日军的空军力量减弱了一半 因为日本海军在华的所有空中力量都南下或者东进了 可是即便如此 日军的陆军空中力量仍然保持着相当的规模 共有作战飞机300多架 仅仅比中美联合空军稍少了一点 但是日本在华空军最主要的缺陷 在于飞机的性能和人员的素质较差 当时日军在华的主力战斗机 并不是美军野马战斗机的对手 而且更重要的是 日本比较厉害的飞行员 不是死于中国和缅甸 就是死在了东南亚和太平洋 日军的飞行员基本上都是一些新人 港村宁次曾经回忆过去武汉空军司令部视察的情况 他说 讲通讯课的时候 近百名学员 蚂蚁般的挤在一部无线电通讯机前分批学习 比较先进的教学器材匮乏到这种地步 更令人担忧的是 教授500多甲种干部候补生的航空战术教官 居然只是一名少尉候补生出身的大卫 这尚且是量的问题 还可以被数字所演示 但质量的下滑却是看不见 据港村宁次所知 即便是空军的高级军官 也对空军的未来也不抱太大的希望 究其根本 还是因为长期进行大规模战争的消耗 各方面 尤其是财政 明显出现了枯竭的症状 那么在此消彼长之下 中美联合空军从1943年 开始陆续的轰炸日军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目标 日军提应付 尤其是陈纳德 还利用B-25中型轰炸机 巧妙的在中国东南沿海巡逻 袭击日军的运输船 这种只有区区两架轰炸机的组合 效率极高 只要被他们追踪和攻击的日军运输船 基本上百分之百都会被炸沉 所以直到几个月之后 日军尚且不能确定 这些运输船是被空袭打沉的 还是潜艇击沉的 这种袭击导致到日军的海运 重大的损失 那么这可是影响到整个日本战略运输的大势 更可怕的是 根据情报 美军最先进的远程轰炸机B-29 就要赶赴中国 虽然日本对于B-29的主要性能不了解 但是利用中国在河南 湖南 浙江 江西的机场起飞 是有可能飞到日本本土 日军当时已经陷入到困境 就靠本土的民众支持 日本国内民众的生活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困难 物资供应急剧的减少 不过呢 只在珍珠港事变之后 被美军的杜立德轰炸过一次 并没有遭受过空袭的恐惧 所以这个时候日本民众士气还是比较高昂的 但是日本军部很清楚 如果本土遭受到大工们的轰炸 民心就会急剧的下降 甚至是崩溃 所以呢 他们要尽力的去阻止空袭这一幕的出现 至少要推迟它的发生 所以日本军部最初的目的 是要发动一场作战 消灭国军的前进机场 消除中美联合空军的威胁 1943年底 日本的参谋总长珊珊元 就提出了打通约翰铁路 迫使桂林一带的中美联合空军后撤的计划 关键在于 日本军部的陆军第二科 在反复的研究之后 认为单纯的打通约翰铁路 不能阻挡中国空军的袭击 在湖南河南的境内 国军仍然存在着大量的机场 另外呢 日本陆军的军部第二科 也发觉 随着美军的步步逼近 菲律宾或者是台湾的丢失 就有了很大的可能 那么菲律宾或者台湾任何一地丢失 那么日本和东南亚的海上联系就会切断 日军最需要的石油等资源的运输 也会被切断 所以呢 要想保证东南亚和日本本土的联系 海上联系切断 那么就意味着要尽快的打通中国从北到南的铁路运输线 这样才能保证东南亚战略物资的输送 那么平汉铁路和越汉铁路都被国军占据了一段 在河南境内的平汉铁路被蒋鼎文的第一战区切断 越汉铁路在湖南被区域的第九战区切断 所以呢 打通平汉铁路就必须发动狱中会战 打通越汉铁路必须发动长恒会战 打通到越南的路上交通线就必须发动桂柳会战 所以这三个大会战是不可避免 那么侵华日军的高层又是怎么想的呢 当时侵华日军的高层是以滇军六为核心 他们认为目前战争的总体形势对日军不利 国际形势上意大利已经投降 周新国只剩下两个国家 而按照当时的形势 德国垮台也是注定的 日本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日军的高层认为 美国才是最大的敌人 应该集中所有的力量去和美国拼命 这就意味着 在中国大陆的这120多万的兵力 是没有意义的 丹军六认为 最好的办法是尽快的结束清华战争 集中力量对付美国和苏联 但是怎么从中国战场的泥潭中抽身呢 承认清华失败 灰溜溜的撤军 这肯定不行 只有给予国军和国民政府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迫使他们做下了谈判 这是唯一的选项 这就是所谓的一战解决中国问题的构思 已经有很多次了 但是当时国军的总兵力是290万人 分为9个战区 依靠区区10多万日军 想要彻底的打垮国军 显然是不可能的 因为当时日军的机动兵力只有10多万 那么滇军六 他的想法是 利用军部所谓打通大路线的这个壳子 实际上寻机歼灭第一战区 第九战区和第四战区的国军主力 因为这三个战区都属于中国的主力战区 除了第四战区以贵军为主以外 另外两个战区都有大量的中央军部队 滇军六认为 如果能够通过玉香桂会战 兼备这三个战区的国军主力 那么蒋介石很有可能被迫和他们谈判 这样日军就可以提出一些 比较有利于自己的条件 比如说保住东北台湾和黄河以北的地区 至少也能让日军在几个月后才撤退出关外 这样日军就比较有利了 正因为这种想法 滇军六一再的要求增加玉香桂作战的兵力 那么1943年10月28日 滇军六派遣了清华日军第一科高级参谋 天野大佐去东京汇报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求增加兵力 同时歼灭国军三个战区的主力 滇军六认为 一号作战也就是玉香桂会战 需要的兵力至少为12个师团 配属两个飞行师团 作战期间不能少于四个月 分为三个阶段 玉中会战 长恒会战 和桂柳会战 日本军部原则上表示同意 但是要清华日军仔细的权衡 会战胜利的可能 其实对于滇军六本人来说 以他在中国六年作战的经验 滇军六认为 是否可以歼灭三个战区的国军主力 他毫无把握 只能是尽力而为 那么在12月 清华日军拟定了作战计划 计划的兵力超过50万 东京的日本军部 看到清华日军的兵力要求 当时断然拒绝 宣布要停止这一计划 那么滇军六据理力争 表明目前玉香桂会战 是日本唯一的胜机 毕竟和装备低劣的 国军决战 总比和装备精良的美军决战要好 那么最后 日本军部只能同意了 1944年1月 新华日军总参谋长 松领忠家 带着第一科的高级参谋 天野大佐 再次赶赴东京 亲自面见日本陆军大臣 东条英机 汇报 玉香桂会战的准备情况 希望给予支持 那么天野大佐提出会战的目的是 摧毁机场 打通大陆交通线和歼灭国军主力 东条英机当时居然严厉的打断他 询问道 请问真正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滇军六究竟是为了摧毁飞机场 还是要消灭敌人的主力 作战目的不能这么多 必须简单明了 那么这个天野大佐很聪明 他判断东条英机的意图 只是为了摧毁机场和打通大陆交通 所以立刻回答摧毁机场 而忽略了歼灭国军主力的这一说法 那么东条英机表示满意 随即就同意了这个计划 到了1940年1月 玉香桂会战终于被日本军部正式批准 1月9日 天皇玉人正式批准计划 只是军部提供一切的条件 不过玉人天皇 他有一种预感 觉得玉香桂会战有可能是无效的 白白的浪费日军的兵力 所以呢 他就询问山山元 他说 听说中国的治安区不是很好 在进行这一作战有没有妨碍 山山元回答 目前治安已经稳定 虽然抽掉了很大兵力 也会投入新的治安旅团 保证治安不会恶化 天皇仍然不放心 又问 现在是稳定了 会不会此战胜利 但治安反而恶化呢 山山元回答说 作战期间自不必说 作战以后 大体也能维持好治安 华北的兵力 目前虽然不太充足 不过预定 在作战期间和作战以后 反而会增加两个大队 所以天皇就放心了 那么整个一千贵会战中 华北的日军几乎是清朝南下 河北山东等地的日军都是大量的减少 原来属于日军占领的炮楼 大部分都交给了伪军 对此呢 华北派遣军总司令 港村宁次是极为不满的 他认为此时已经完成了对八路军的战略性合围 所谓的宿正建设 胜利在望 五一大草荡 日寇花费了多年的时间 已经将军中根基地全部的分割蚕食 八路军根本没有游击战的空间和条件 即便是小部队都不能立足 只有少数的八路军干部在军中潜伏 而且稍有不慎就有性命的危险 港村宁次认为 其他八路军控制区基本上也是如此 只要继续的强化治安 预计最多三到五年 就可以大体将华北变为完全治安区 那么就在华北治安战胜利再旺的时候 突然停止华北的计划 抽到大量的兵力南下 搞一号作战 港村宁次觉得莫名其妙 他曾经说过 中共军势力的消长 完全取决于在华北日军兵力的多少和优劣 其实到1944年 日军在华北兵力已经到了极限 松散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1944年 华北的日军兵力分布 独立混城第九旅团五个大队 负责天津和周边22个县的防务 独立第一旅团的四个大队 负责17个县和金浦铁路的防务 独立混城第五旅团负责青岛和周边18个县 还有交际铁路的管理 因为人员太少 所以有14个县是不设防的 只是伪军来管理 66旅团67旅团的八个大队 负责北平保定 以及36个县的防务管理 独立第二旅团的四个大队 任务最为繁重 要负责石家庄和27个县的防务管理 独立混城第一旅团的四个大队 是邯郸周边的25个县 实际上 对付八路军的不过只有43个大队 还要负责治安 扫荡 反游击站 收集粮食 户口管理 厂矿的警戒管理 运输线保卫 物资输送等等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港村宁次对于发动一号作战 需要从华北抽掉兵力 极为不满的原因 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那么至于日军 对于于乡归会战 进行了怎样的战役部署 我们下一集呢 再给大家具体讲 不过这里呢 跟大家多说一句 在之后的讲解中 关于河南的一个重要的地名 中墓 有可能呢 我会念成中谋 因为这是口误 真正的读音 应该是中墓 那个字是多音字 既可以念作谋 也可以念作墓 那么在河南这个地名上呢 应该念作中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